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朋友们大家好 这个我们现在很难确定 我们现在所去的时代 是我们最近几年 囚禁恢复正常生活的一个时代 还是有很多的后续的问题 疫情的后续的问题 尤其是现在战争还没有了结 还在非常惨烈的进行 一场疫情 一场战争这种叠加的危机 尤其是在全球化的时代 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我们过去几天 从斯里兰卡 米罗 黎巴嫩 西班牙 希腊 都开始出现 由于通货膨胀 由于物价的 油价的问题 造成的抗议示威 但是根据一些经济学家 一些政治学家的估计 这种情况很有可能 还是今年危机的开始 所以今年我们可能会有 很多沉重的话题 要向这个 吴强博士请教 当然今天首先第一个问题是 我们华人最关心的上海的疫情 不可思议再进行这一场封城 我今天早上听这个 今日华尔街的节目 有一些学者还分析 这一次次生危机所产生的灾难 比我们想象的大很多很多 那吴强博士在北京 你们对上海的这一场疫情的处理说法 您从政治学的观察 您的体会是什么 我先不谈我的政治学的观察的体会 我先我觉得很同意 您刚才的开场白 我觉得很同意 对刚才您的开场白 谈到的这个问题 其实正是上海人民 现在也面对的问题 我相信他们在一周以前 也没想到过这个国际大都市 现在面临这样一个状况 那这个状况是什么呢 我们这个节目 我们在两个月前 或者至少在一个多月前 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初 或者是之前 我就在讲世界 其实已经陷入了疫情后的一种黑暗和动乱 我看到还有一些观众朋友们在后面跟贴表示 难以相信 难以理解 也对中国未来的一种闭关锁国也是难以接受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局面 我相信在未来很长时间 在乌克兰战争之后 在疫情之后 都是一种黑暗和动乱 但是一方面像新能源的这些新的技术 工业4.0会继续往前走 全球化继续维持下来 但是全球化面临着修正 全世界面临着重新的 战队全球化的分裂 民主世界和威权世界的对抗 刚刚开始 我相信在未来 我们不能抛弃很多原始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在中国人 尤其迷恋一些新的技术 比如说新能源汽车 特斯拉 中国现在每年卖出2000万辆汽车 大部分还是燃油车 那么这种传统的技术 其实在混乱的黑暗的时代 往往它会有很强大生命力 它是换句话说 这种相对独老的旧的可靠的技术 其实才是人类生存的法宝 那么我们在上海 其实也看到这个局面 上海是中国改革开放的 我们不能说模范城市 但它确实是改革开放所造就的一个巨型的国际都市 在改革开放很多方面 我们说它已经某种程度上是落后了 但它作为一个样板 其实是没有错的 3000万人口 一个中国的金融中心 也是巨大的口岸 那么它背后的是长江中下游的一个巨大腹地的一个 中国的工业制造业的中心 附近还有杭州这样子的新的互联网 高科技的企业 那么上海的疫情 上海的状况 某种程度上确实跟香港是很相似的 那么从过去一周 我现在看到的一些专业的分析 它的新冠 Omicron的整个的发病的状况 感染状况 其实跟香港是很像的 它的20好像是超过7 那么它的爆发的状况跟香港是很像的 目前在重复香港的疫情的爆发的状况 但是香港是有一点点的自主权 这自主权是一国两制之下 最后剩下来的一点点的 它的文官政府保有的一点点的这种专业的控制 那么它当然是以林郑月娥的下台 不再连任作为代价 然后保持它的这种 拒绝这种内地的动态清零的这种方式 对上海来讲 我们看他这种 他跟两年半以前的武汉的情况 其实是不太一样 两年半以前的这种新冠疫情的毒株 和现在的Omicron 我们看从专业角度来讲 已经是两种毒株了 两种病毒了 差别是很大的 它的致死率一开始 武汉病毒的致死率是非常高 那现在的 而且它20实际上是很低的 那现在我们看到上海的这个Omicron 它的20是很高 但是致死率是很低 官方的数字是13万的感染者 只有1例是重症 还没有死亡 但死亡的是大量的日常需要治疗的 需要手术的 比如说需要做渗透 渗透息的各种各样的疾病的 急诊的 哮喘的 各种各样的病人 现在却被作为代价 现在是上海在过去一周 我们从社交媒体上所感受到的 那么这孩子从社交媒体感受到的 上海的各种各样的状况 我们在同时期我们看到在中国的东北 比如沈阳 吉林 同样也是类似的分层的状况 我们听不到任何的声音 几乎听不到任何的声音 那么上海的市民文化 它还起码跟当地的审查机关 当地审查机关 我们知道街面上的这个白衣人 当地现在中国互联网叫大白 已经相当的严酷了 但是互联网和审查机关 还是有一些弹性 他们还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 让中国公众 让全世界还能听到 还能看到这么一个国际都会里头 在发生什么一些状况 尽管他们发出的也是一些表面的状况 实际上的情形可能更糟糕 大家都在担心 是不是会有人饿死 是不是已经有人饿死 是不是会正在濒临一个人道主义灾难的边缘 我看有朋友赵楚也在发出这样子的呼吁 有些企业家有些律师也在发出这样子的呼吁 希望当局能够放松 我们从正确的来看 其实上海所执行的防疫政策 跟之前在深圳 在沈阳 长春 跟两年半以前在武汉 其实没有什么大的区别 名义上是有一点点区别 叫做精准防控和动态清零 其实是有一点点的路线上的差异 路线差异更因为张文宏的存在 能表现出一点差异 那么跟过去包括过去两周 我们看到上海的一些CDC的人员 他有一些专业性的讲解 那么包括我们在上海 我们过去一周看到的上海的一些社区的居民 现在奋而夺权 夺过了这个已经名义上 已经不是居民自治机构的居民委员会的权利 来开始自己分配物资 那么看上海确实出现了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但是这个不一样 差异性其实不大相当小 但尽管如此这种差异性 我们确实是看到 因此我们看到上海所现在经历的这种 动态清零的模式 所对这个国际大都会所造成的一种扼杀 那这个扼杀就是我们所说的 在两年半以前我就在谈的 一个未经宣布的紧急状态 这不是个法定的一种紧急状态 不是个法定的状态 也不是中国这个传染病法 也不是中国宪法所规定的任何一种紧急状态 但实际上已经对所有的居民实行了一种人身的控制限制 而且这种人身限制控制带来了 我们说的这个在新冠疫情之外的大量的次生性的代价 次生性的代价 那么这是我们在上海所看到的一种情形 这种这种情形是一种紧急状态的一种 marshall law的一种一种控制 这是第一 第二这种紧急状态 或者说上海的路线的差异 精准防控的失败 以及他对精准防控的坚持 一点点的坚持 现在正在似乎在受到中央的怀疑 我们过去之后 我们看明镜也讨论很多 孙春兰的视察 以及他的留言 他的留言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 有一些可以证实是官方媒体公布 有一些无法证实 是不是要秋后算账 我们都不知道是不是要对李强 对上海帮子做秋后算账 我们都无法确认 但是他的留下来的四个字 我觉得是今天我们要多花两分钟时间讨论的 就是所谓尽锐出战 他用了这么一个词来形容上海目前的防疫的一种状况 要求进行这样动员 孙春兰同志 他是团委出身 团干部出身 工厂的国企团干部出身 我相信他没有这么高的文化水平 能知道这个敬锐出战 这个敬书里头用的这个词 这很相当偏僻的一个词 我最近也在看魏晋南北朝史 这个当然大家有兴趣 我们将来我在中国政权技术里面 会在谈这个中国的政治学 中国政治在魏晋南北朝当中的所发生的有一次的变化 但是他用这么一个 在中国的封建时代 或者说叫做一种军事主义的封建时代 军事军事封建主义 在进到南北朝这段时间是经历了一种军事封建主义的各种变形 那么当时的秦国 这个南北朝时期的秦国 普普适王朝和遥乡和反叛者之间的一场战争 针对反叛者的战争 那普适的秦国 对对方对叛军的状态估计是用尽锐出战这个概念来形容 那么叛军遥乡这边是用尽锐出战这种状态 最后被当时的秦国给歼灭了 那么这指的是 一个叛军的一个姚乡的这么一个军队 他已经处在相当疲惫的状态 最后他的士气相当低落 跟现在在乌克兰的俄军很相似 然后他最后的集中他的兵力 要在乌冬地区干一仗 现在似乎也是在形容 孙春兰在形容这个 士气低落的上海官僚干部们 最后干一仗 用动态清零的封城的模式干一仗 这真是对中国现在的动态清零的一种写照 一种新生 一种弗洛伊德式的口误 我刚刚说这不应该不是孙春兰自己想到的词 这应该是最高层的内部讲话 他应该在援引最高层的最高指示 而这最高指示 我相信是他的文档找出来的词 这个文档可能是李某某 这个也可能是其他人 我们知道过去十年 我曾经分析作 最高指示 最高领袖喜欢讲话的风格 那么他除了口语化风格 其次就是喜欢学习毛的风格 那么身边是有文档的 那么对秦汉的古经典 对这个明清的经典笔记用的很多 在这之外呢 对这个靖的这个文献也用的相当多 他甚至晚年的时候甚至把禁书 推荐给他身边的找的提拔的一些新人 四人棒的这些新人 那么他对晚年特别是对 比如说对刘裕 对南北朝时期的这些重要的 在五湖乱花时代的这些人物相当的重视 我们现在然后在这过程当中 我们相信最高指示实际上也是出自类似的 一些文档的一些偏好 那么心态上跟文革时期是蛮相似的 现在是用了一些这种五湖时期的一些典故 那这就是所谓的尽锐出战 一种 结束基辅地区战斗 在乌冬地区最后决战的一种态势 那现在是把上海是作为二十大之前 作为新冠疫情三年两年半之后 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节点 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测试的样板 最重要的最后一次战役来看待的 这是中央的一个心态的流露 在孙春兰的视察当中所表现出来的 也对他们其实也表现了 一方面是表现了 被中央路线和上海地方官僚的一点细微的 但实际上意义很大的一些差别 就精准防控和动态清零之间的细微的 但是重要的差别 实际上其中就有对上海地方主义的批评在里头 对上海的地方官僚的不满 和戒备在里头 其次呢 是对整个态势实际上是处在一种焦头烂耳的 疲惫当中 这种疲惫感 在孙春兰 孙春兰也是要卸任了 马上要卸任了 那么防疫也是他的这个卸任前的最主要的一个 任务 那么他现在已经是有这种这个这个已经门声退役了 这个已经是有这种所谓尽锐出战的这个这个 这种心理在里头了 这个不仅是他个人 我相信也是最高层的一种心态的体现 这是我们能看到第二点 第三呢 从武汉 对不起 从上海疫情最新的发展来看 包括以及未来下一周的可能的发展来看 就是这种持续这种分层可能要持续很长时间 可能要还要持续很长时间 把动态清零要作为一种政治中心的表达 绝对的忠诚贯彻下去 而且是现在是调动了多省的军队的力量 武警的力量在强化当地的卫生治安各个方面 其实这种治安当然不需要这些 但实际上是现在是参沙子 是起到一个监督的作用 我们看到山东 还有这个中部战 这个这个这个 北部战区 各周边的战区的一些人都动起来了 那这种态势是很有趣的 这种军队的动员和武汉 两年半以前武汉的这种 用全军的卫青力量去支援 是很相似的 当然也有地方的这个医院 工作卫生系统在支援 但是很轻易的 再用军队的力量去支援 这是我想今天要着重多谈一点的 这是在 比如说文川地震 08年文川地震很难以想象 但是在过去几年的防疫期间 新冠疫情期间相当的频繁 Why 这才是我们刚刚所说的 敬略出战背后的一个背景 这是08年温家宝 任内和11年 对不起12年之后 新的政权 过去10年新的政权 一个根本的差别 就是中国的 治理方式 我们虽然在过去10年 我们看到中国的自国理政 中国的治理 是越来越被强调 中国是作为 中国模式是强调它的治理模式 向全世界输出中国治理模式 包括防疫的模式 都是作为中国治理成功 一个闲人政治 全过程民主的一个样板 向全世界输出 作为中国过去10年政权的一个功绩 20大一定要做大书特殊的 但是这种治理模式 通过武汉的防疫模式 武汉模式 通过这次的上海模式的重复 我们看出来 它实际上是一个 军国主义的模式 军队在后面 非常容易的 很容易的就跨过去 接管地方的政务 接管地方的防疫 接管紧急 这个救援部的 这个应急部的这么一个处理 接管卫生部门的处理 军队的这种容易的 我们知道军队调动 都是由 由军队的最早领袖下命令的 这是这不是一个小事情 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 在我们刚才举例了 08年温川地震的时候 温家宝想 作为总理之尊 想调用军队是相当的困难 这跟中英来时代是不太一样的 这也是和平时代 其实比较正确的一个做法 当然也跟中国的这种军队的 缺乏国民警卫队 缺乏这种 一个军队的这种危机介入的 这种训练都有关系 我们知道美国军队比如说在过去20年已经经历了这个在自然战转型的同时 其实大量训练都是这种人道主义救援 从比如说这个东南亚的大海啸到这个这个到伊拉克的这个阿富汗的这种民事事务的介入 选举的帮助 那么军队实际上是承担的这种人道主义救援和民事事务的这种训练 中国军队还没有转换过来 但是呢 在过去两年半期间相当容易的轻易的 甚至是轻率的 介入到这种大城市的 公共卫生的危机当中 这实际上是中国政治在过去两年半 过去十年最大的一个变化 我们所说的一种军国主义的一种形态 在这种公共卫生时期的一种体现 这跟魏晋南北朝时期 我刚才所说的一种军国主义的倾向 是非常相似的 当时我们知道在静默 那个贵族九品中正式的这种贵族体制 这些贵族已经变成文弱书生了 贵族是不叫文弱书生 已经文弱化了 粮炮化了 然后五人政治兴起 这是在进后进时代 我们看到的中国一个很有意思的转折点 那么中国现在似乎也在重复这样一种状况 当公共知识分子 当文官被打倒之后 其实军国主义的一种体系开始出现 那么这它会影响中国未来 在这个后疫情时代 未来十年二十年的中国政治的长远的一个未来 好我先谈到这里 有有我引领一个就是说 一个病毒学家 公共卫生专家的话来讲 他说这个 病毒就像风一样的 会吹到地球每一个角落 没有人可以真正挡得住 假如真的是这个病毒病毒的话 西方或者是全世界很多的国家 已经给了我们一些很简单的方式 就是给老弱病灾 及时地打上疫苗 这样的话呢 就形成一个很安全的社会机制 因为年轻人相对来讲 即使是没有打加强针来不及 也可以抵抗这个疫情能力很强 没有那么严重 为什么在中国没有利用 那么长的时间 创考进口这个疫苗 为什么 这么简单的事情 如果从成本核酸来讲 现在的核酸才是造成的成本 和打第三针的疫苗的成本 没有差别啊 为什么这么简单的东西 就是不进口 还是在等待中国自己的疫苗的出来 还是什么原因 我始终 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 我完全没有弄明白 为什么就不经考这个有效的疫苗 我了解 可是这个问题 我过去几年也正在谈这个问题 这当然是一个 首先第一个层面 就是所谓的对病毒的态度问题 是到底与病毒与病毒共存 共演化 还是清零 把病毒当作恐怖主义分子 必须清零 一个都不能存在 当作天花病毒一样 绝对是可以消灭 不是的 那我们看 其实是 这是一个基本的 一个对病毒的一个态度的问题 这是一个反科学的态度 这是第一 第二 那换句话说 反科学态度是一个政治立场 是一个政治态度 那什么是 那政治立场是什么呢 这是 一个自信 自信 这个自信当然是没有自信 没有自信之下 他却要强调自信 换句话说 什么叫没有自信 我们不谈个人决策者 个人的情况 我们只谈中国的疫苗的情况 包括特销 包括这种特销药物的研制情况 中国 我们知道从一开始就是灭活病毒为主 科兴的疫苗 中国医药的疫苗 都是这个灭活 疫苗为主 那实际上就是一种很原始的 当年搞天花病毒 搞天花疫苗的这个牛豆式的这种 土法上马的一种方式 这刚刚是现代化的方式来搞 这种传统的这种灭活式的这种 这种疫苗方式 这就是大量钢铁 这就是土高炉模式 这就是土高炉模式 但是这道路依赖和这个土高炉模式 以及这种人定胜天的大跃进的思想 是完全吻合的 它不过是重现过去三年 重现1958年的大跃进而已 那他对这种既有的 已经可以大量生产的这种 中国疫苗工厂模式 最高层是自信的是相信的 他所以他浪费了引进 全世界的先进疫苗的 以及先进药物的这种窗口 也没有在这个过去三年期间 我们知道他最担心的 就是医疗资源的挤兑和崩溃 穿透的问题 也没在过去三年 新建大量的医院 虽然和现代医院 过去三年我们在看的 比如说我这个丁香网 我一直也在跟中 国内过去三年确实各医院都在充实人员 充实编制 但是并没有看到新建大量医院 中国的病床 医院数量和每十万人口当中的 病床医院数量 医生数量 其实是很落后的 并不充分的 医疗资源也是严重不平等的 集中在北京上海这样大城市 在深圳医院的这种资源都是很不充分的 但是过去三年也错过这窗口 那这种错过其实就是我们最近在讨论的俄罗斯普京主义的一个问题 他也是一种自信 身边并没有人敢于告诉他这些情况 他也不愿意听到这些情况 他听到看到都是一种自信 那么他以为这些都是有效的 这种体制 他跟59年到61年的大饥荒 三年才能校正过来的情形是一样的 这种校正是非常困难 在今年的两会期间 我还在评论 我们还在谈 两会期间其实有很多的代表委员都在建议 在两会之后该调整了 该调整动态清零了 但是我们在两会之后 我们看到的3月17号政治局会议 仍然是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 就是整个他的体制已经相当的僵化 他不肯像科学 像党内还有一点点的这种 民主专家的声音 倾听这种专家民主这种声音 当然党内现在也没有 像刘少奇这样子的官僚阶级的代表 能够向这个最高领袖发出一点不同的声音 能够通过官僚阶级把专家意见反映进来 来做一些校正 也没有像彭德怀这样子的 敢于直言的 将领工程 那么 所以在这么的情形下 这种路线的调整是非常的困难 非常的僵硬 就好像普京 我们说在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局 我说如果正常的话 一个理性的人正常的话 打了一个星期他就应该放弃了 就应该停战了 但是不行 他还要打下去 基辅打不下去 啃不下去 他要打乌东 要把顿巴斯巩固下去 这个完全是一个人战争 一个人的防疫 这个体制是相当的僵硬 他做不出调整 也没有调整的机制 没有刘少奇在 当然二十大也不会变成 六二年的七千人大会 中国现在党内的体制 连七千人大会都不可能了 两年半以前 有一个十七万人大会 因为中国的县级以上的官员 现在已经不是七千人了 已经是十七万人了 那么再开这十七万人大会 已经是不可能了 也不可能在十七万人大会上 有个领头的人 像刘少奇第二一样 这个背着手在主题台上 走来走去 这个骂粮 那么然后呢毛 毛同志退居二线 做自我检讨退居二线 当然心怀不满 最后 把他的社会主义教育 就重新 搞起来 搞起来以此为抓手 最后终于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就四清运动 我们知道就在这个 虽然他很早 五九年开始搞 但实际上是在七千人大会之后 他又重新 唤醒他 再搞起来 因为他在七千人大会上吃了饼 但现在二十大也不可能出现了局面 现在也不可能有这种十七万人大会 第二次十七万人大会或者七千人大会 所以现在的体制 是没有人可以纠正 只剩下上海地方官僚 专业官僚 很微弱的抵抗 剩下上海的市民 很微弱的一点声音 那么 这是我们唯一能看到 当然也看到香港和上海的这种病情 疫情的传播的一些高度的相似性 在提醒人们 这个疾病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人祸 可怕的是人祸所带来的很多次生性的危机 灾害 对一个正常生活的破坏 特别是对一个改革开放 四十年以来的 一个中国最繁华的都市的一个破坏 那么市场经济 我们看上海 所有的城市功能都已经被 它的城市功能 社会功能 市场功能都已经冻结 停止停止了 被一个行政体系所取代 甚至现在在发挥一点点作用的 比如说一些互联网的电商 在过去两年还经受了巨大的政治的压力 他们现在 在上 他们两年半以前在武汉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现在上海仍然在发挥重要作用 几乎是唯一的作用 但是呢 他们现在的作用 在过去两年 他们政治上的这种打击失落却是相当的大 他们并不被承认的 上海的资本主义真是很顽强 我今天我还跟上海的朋友在通电话 说上海的这些我这些资产阶级的买办的同学们 现在还在在家里 在坚持着做生意开会 在在谈判 这资本主义是很顽固的在坚持 资本主义的任性在上海在中国很是很强的 但竟然如此 他们还是要为每一天的菜 饭要发愁 要为盗粮谋 这个真是改革开放40年以来 是92年市场经济改革30年以来 前所未有的 三年大饥荒城市 中国的城市 尤其是大城市 我的印象 我的印象 印象我指的是史时和以及我的父母这一辈 说传达下来的 实际上是大城市当中几乎没有死人 那么死人主要是发生在农村地区 比如说河南 四川还有一些包括在西北等等很多农村地区 城市供应还是很好的 因为当时粮食还是仓库 粮食是满的 饥荒的造成都是这种人为的因素 人为的因素 信息的不畅 供给的破坏 供应链的破坏 可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在上海周边 以及现在全国都出现供应链的脱节 断裂 今天我才看到这个13个省市的高速公路 现在自我关闭了 很多出口关闭了 比如说杭州的绕城高速 什么很多城市从南到北 华北到华南 很多城市现在高速关闭了 那大货车司机在过去两个月 我们都能看到中国的货车司机 中国有一千万到两千万的货车司机 一千四百万的货车司机 在过去两个月是处在相当悲惨的一种状态 这是很难想象的 货车司机在产业工人 我们把它算成产业工人 产业工人当中是力量最强的一个群体 但是在过去两个半月 在过去两年当中 是相当的惨的一个群体 没有工会 没有自己的这种发言的声音 没有力量 甚至没有反抗的意志 他们的公司也没有足够的利益的代表 游说者能够反映他们的这种声音 当然也有些新左派的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会在两会上会假惺惺的 会说一些卡车司机的问题 但是真的是惊心作态的东西 实际上我们的整个物流 在上海周边的物流 现在都处在一种相当可疑的一种状态 那么市场经济现在已经处在一个 在上海的市场经济已经处在一个 是在任性当中去如何生存保持的一个 一个难题 就是to be or not be的一个问题 那么这个是 那濒临三年大饥荒的一种状况还没有到 但是濒临的这个是对改革开放 我觉得是最大的一个否定 我刚才所谈的军国主义的一种政治的兴起 军国政治先军政治的一种兴起 他对市场经济的一个否定 那么最近的否定 他不仅是对马云这些企业的否定 实际上是对上海的市场经济 配送公司对上海市民的这种市场主体性的一种否定 市民的主体现在必须 逐步逐步出户 不出小区 接受政府的配送 安排的配送 这个比几十年前的单位制供给制 还要糟糕的一种情形 还要糟糕的情形 供给制也只是限于干部 限于这个这个体制类的人员 哪怕在计划经济最强的时候 在我们知道供给制 其实很快他也就转为 津贴制 转为这个这个计划体 体系了 还市场各方面 还是以一种灰色经济 黑色经济方式存在 但中国现在 我们现在看到在上海 小店偷偷开门都会被工商部门查分 现在已经到了一个 一个一个我们难以想象相当荒唐的状态 这是我觉得是改革开放40年以来 在上海的新冠疫情期间 他在对市场的对社会的一个最大的否定 就是说市场社会 他连市场的自救功能 现在无以表达 无以行使 社会的自救 那更不可能 这是我们看到过去十年的中国政治发展 到今天在上海 它出现的 我觉得确实不是一个 人道主义的灾难 或者说还没有那么快到 但出现的确实是一个政治上的灾难 是一个政治上的疫情 好像上海的CDC的一些资深的一些研究者 我们在过去一个月听到他的录音所谈的 他认为现在上海问题是一个政治病 谢谢政治病 所以我昨天自己做一个节目也说 只能说是某某人病了 否则的话没办法去解释 现在这种毁一所思的行为 不过我们现在到台湾 台湾今天似乎是宣布 几乎是宣布他们的亲临接触了 台湾也面临着同样的疫情的这种灾难 不过对于台湾来讲 比疫情大家更令人担心的 还是两岸的关系的问题 本来中国的疫情 陷入到这样一种状况 俄乌的战争陷入到这样一种状况 美国现在也面临着能源 疫情之后的造成的通货膨胀 甚至是某一些萧条同时出现了这种危机 但是在这个时候 很令人吃惊地出现了美国第三号人物 佩洛西女士政令院长 她要去访问台湾的这个消息 当然后来是因为她阳性 应该活动暂时来讲是推迟 是最终是完全取消 还是暂时的延迟 我们现在也不知道 不过这个事情 您觉得吃惊吗 就是佩洛西女士在这样一种状况之下 去台湾到底是什么目的啊 北京又是怎么去应得这个事情 一点不吃惊啊 我觉得这是很自然的一个结果 过去四个月我们看到 美国政界 特别是国会 其实已经讨论了很多是台湾的问题 讨论了很多是跟中国有关的问题 包括戴琪比如说这个这个对中国的 东美贸易的重新的审议 以及包括最新的 这个印太经济框架的一个方案 那么 东亚政治西太平洋政治在过去几个月 其实在 乌克兰战争爆发的同时 正在经历一场 演化 我们知道韩国的选举已经结束了 三月份选举 我当时一直在强调 很多观众并没有在意 那么新的总统 现在今天就开始清空国防部了 他要 他不想在清瓦台继续住下去 他不想把清瓦台这个传统的韩国总统府 当做他总统府 他要在韩国的现在国防部的大楼里面 把他变为总统府 那么这是一个右派的总统 他的上台 在乌克兰战争之后的上台 其实已经在昭示 很多迹象都在昭示着 未来的跨 印太四方安全会谈机制 很快就会加一 变成五 这个进程是相当的快 那么很快的 韩国也会在部署第二套萨德系统 而且北方也没有闲着 我们知道过去几个月 朝鲜一直在试射弹道导弹 那么很快 很快也许他马上还进行下一次核实验 核实验已经我们看到一些迹象 那么对台湾来讲 同样 在过去几个月期间 在乌克兰战争爆发期间 在新冠疫情的最后阶段 也是相当的活跃 重新回到了国际政治舞台 而且是在美国的政治舞台当中 获得了相当高的注意力 围绕着印太经济框架 围绕着印太地缘政治的变化 然后台湾的这么重要性都在上升 清零政策 其实台湾清零 也是相当的调侃 跟大陆只有50步和100步的区别 这个毕竟都是这种 一个根子上的政权出来的 他早就应该结束 结果在他结束清零的时候 我们看蔡英文总统也阳性了 那佩洛西的到访 本来是计划当中 是在我们上个月 美国国会已经有一个代表团 还有一个非政治代表团 也就是这个 彭普尔前国务卿的非政治代表团 也有国会的一个政治代表团访问 那么在这些之后 就是佩洛西实际上是代表 美国国会的一个正式的访问 那么实际上是在升级台湾台美关系 在强化未来的印太的 我们刚刚所说的这种演化转型 一个印太的框架 要谈的问题是很多的 那么佩洛西 不仅是一个象征性的访问 有一些实质性的问题是要谈的 经贸问题各个方面 他作为一个众议院的议长 作为刚刚听了 拜登总统国情之文 身后的两个女性之一 另外一个是副总统 那么当理参议院院长 他们知道美国的政治在过去半年 经历了这种相当快速的演化 那么在这个趋势之下 到台湾在我看起来是完全正常的 那他现在阳性 白宫国会山测这个COVID是很频繁的 那么他测出阳性也很自然 那么现在他的口分是推迟访问 并不是取消访问 那北京方面的赵立坚的反应是 建议他取消访问 是威胁很多威胁 但是这些威胁看起来 我觉得是没有意义的 佩洛西最多只是推迟访问 很快我相信 在四月底五月初 他的到访几乎不可避免 那么蔡英文 当然现在也是阳性 清零之后阳性 我觉得台湾未来会更一步 在乌克兰战争到达新阶段之后 台湾的政治的活跃 不会因为蔡英文的阳性就有所减弱 他自己闭关十四天以后 我相信也会重新的变成一个很活跃的 或者他即使在闭关期间 也会很活跃的这种连连线的方式 来加速在四月份到五月份 在韩国新总统宣誓就任前后 在朝鲜进行核实验的前后 在乌克兰战争进入第二阶段之后 甚至在五月八号五月九号 这个欧洲战场胜利日前后 我觉得台湾都会有很多的 政治上的一些姿态动作 来配合西太平洋地区的一些形式上的变化 那么换句话说 乌克兰战争最晚也许就到五月八号 五月九号就该结束了 不会再撑过那么晚 我们待会再谈这问题 那么台湾的政治 西太平洋地区 朝鲜半岛 台湾会在乌克兰战争之后 成为世界政治的新的焦点 那么这一次的访问 佩洛西的访问 其实只不过是为 四五月份 特别是五月份 乌克兰战争之后的西太平洋地区的 这种西太地区的这种政治 就是高潮的到来在做准准备 那么美国政治的外交政治的焦点 其实是在这一边 我觉得这才是最主要的 那么当然他现在对乌克兰 美国政府已经要准备 采取二战的民主租界法案 来这个支援 来对乌克兰战争进行全面的支援 那边的基本上战场形态 政治形态已经定了下来了 那么现在西太地区才是最关键的 他对美国国内的政治的影响是很大的 要重整美国的供应链 要跟美国国内政治 是有一些直接的关联 拜登总统上任将近一年半了 目前看起来 他的国内政治的动作 还是软了一些 弱了一些 虽然他提名的最高法院的新的 对大法官已经获得了两院的批准 但是国内政治其他方面还做得相当的软 相当的弱 比如说对选举问题 选举法案的一些这种 对一些州的反动的 保守的选举法案 没有做一些及时的回应 没有在联邦方面做出一些更强的一些回应的姿态 对国内的通胀 对供应链的调整 做的还是不太够 那么未来在西太地区 重新来强化 印太经济框架 我觉得对美国内政治来讲 作用是相当的大 戴琪最近的表述 我们已经能够看出来 那么这是我觉得2022年 美国政治转向 已经在为 后乌克兰战争的 印太地区的政治在做准备 所以在这意义上讲 中国大陆方面能够对这个在目前焦头烂额 在乌克兰战争 越来越孤立的状态下 其实对这个佩洛西访台 台美关系的前所未有的升温 其实只能是考头上施压谴责 实际上很难做出 他考头上所说的所谓的最强的外交反应 报复制裁 其实很难做出来 今年对中国来讲 中美关系仍然是要大基调 是缓和的 在台湾问题上 他能够斗争的余地政策 他的选项其实是相当的少 好 好谢谢谢谢 我们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了 快一个小时了 我们还需要问现在的问题 刚才其实您在节目里面前面已经讲了 您认为俄乌战争呢 到这个5月9号 就是有一个基本上结束 当然我明白您的意思就是说 从战争的形态来讲 似乎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争结或者是一个转折 但是最近几天 从北约的秘书长 从美国的安全顾问 到这个敏利将军参谋长的一些会议 到中央院和参议院的这么一个听证会 接受议员们的咨询 他说 这场战争 虽然不能用10年的单位来讨论 但是以年的单位来讨论是可以的 也就是说 会持续相当一段时间 从贼能斯基总统的 最近的表态来看 似乎的情况 比我们预计的可能拖的时间更长 那您的判断 为什么会在5月9号之前 就会 就会结束呢 好 因为我们是有时间不多 我就简单的讲 米里将军的 包括美国 那个军界对这场战争 有种持久战长期战争的危险性的担心 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是对的 这战争 从军事角度来说 确实有像长期战争演变的可能性 比如说 在俄罗斯现在已经在撤出基辅地区 撤出哈尔科夫地区 然后转向乌冬地区 在目前是进入到 一个战略 或者说战役的第二阶段 重新再部署调整 可能我们就说这个周末 或者下周开始 那么他整个可能要在乌冬地区 不是乌冬的民兵 而是俄军 还要在乌冬地区正式展开第二轮的进攻 这个军事上是完全可能 但是其实 从即使从军事上 我们也看到俄军现在 他当然还保持有80个营的这个作战的实力 但是 他们的重新调整 集结 补充 在乌冬地区发动一次这个新的战役 理论上是存在的 是可能的 但是从士气 从补给 从持续上来说 都很难再进行下去了 跟二战末期 所以德军 在阿登地区搞的这种反击战 就是蛮相似的 我觉得是一个徒劳的 他会再搞一次 但是长远来讲 这是战争 在普京的嘴里是叫做特别军事行动 其实他没有任何理由 在5月8号 9号胜利日之后再延续下去 这个特别军事行动 他已经结束了对基辅地区的这种包围任务之后 他说要 他的目标已经降下来了 他已经把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 转向乌冬地区了 那最多他能够达到的 就是控制乌冬地区 在对乌冬地区保持占领 保持未来谈判的筹码 这是下一步他军事行动的有限性 那这个有限性 也就决定了 这个战争 其实很难持续下去 最多是维持他对乌冬地区的占领 那么回到了 2月23号之前的状态 这是第一方面 那第二方面 目前的战场的态势 已经我们刚刚看到的 欧洲和美国对这种战争的支持的力度的 通前的加强 这个加强是两个含义的 第一个含义是军事军援意义上的 这个 这个 乌军已经获得前所未有的资源 而且重武器的资源 是有可能在乌冬地区 完成一定程度的主动进攻 而且乌西地区的生理军 重新训练的生理军 也现在调动 集结 准备投入到乌冬 而且各国现在援助 北约国家援助的坦克 重新武器 正在慢慢的 现在进入到 乌克兰军队手上 那么未来的战争 如果以这种方式持续下去 就是不会持续太久 现在的战场上的态势 乌克兰所获得的优势 是跟一个月前已经是不一样了 现在对俄军已经接面是两万人了 将近两万人了 那么未来 俄军在乌冬地区能坚持多久 其实是军事上本身是有问题的 第二点 不查屠杀之后 和平谈判 其实已经不可能了 谈判已经不太可能了 未来的谈判 比如说这种战争持续化 长久化 长期化 其实是我们指的是 在美俄或者北约 更大范围的 甚至中国也加入的一种 更大范围的长远的围绕着像 像上次的 北纳路史的这种协议一样的 有2015年的那次协议一样 再搞一次的这种长期性的一种协议 那这个协议是要谈判很长时间 跟战场局势也没有直接的关系 那对乌克兰军队 对乌克兰的总统 这种事实际来讲 其实战时性谈判 其实确实没意义的 他也取消了跟普京 总统的见面 至少短期内 不太现实 那么在布查屠杀之后 乌克兰人民 乌克兰军队 乌克兰的政界所要的 实际上是 一方面把俄军 尽快的赶出他的国土 另外一方面 集结现有的军队 还有他的生理军 新得到的军火 要在乌东地区 他要做一次展示 做一次试验 反攻 真正的反攻 不是在现在的基辅周边 基辅北部 哈尔科夫地区 那时候这两个地区 俄军都在主动的撤离 那么剩下当然要维歼 现在没有撤离的这些人 但重要的是 大家都在策划 对乌东地区 俄军 乌军要展开一次反攻 那在反攻过程当中 谈判其实都不太现实 所以没什么谈判 现在未来一两周 我觉得 俄乌之间的谈判 是不太现实的事情 那第三个 战争的性质已经发生变化 不仅是 不是固查屠杀所改变的 这种战争性质 而且是 而是这个战争持续本身 我们看拜登在三月初的讲话 所谈的 这个战争 他定性的很清楚 就是民主世界的一个 自我保卫 保卫民主的 Safe Democracy Safe Democracy 拯救民主 保卫民主的一场战争 那就是给这个战争 赋予了一个普世的意义 那这个战争 普世意义在什么呢 它实际上就是一个世界大战的前奏 或者是未来的新冷战的一个部分 这是一个民主世界的自我保卫 当然对拜登这个讲话 对这个战争 这样一种世界大战意义上的一种解释 包括我们看他用二战的一些表达 比如说二战的一些方式 用民主用租借法案进行大规模的援助 等等等等 都可以让我们想到这种世界大战 美国的国内的我们看到一些政治学家 也开始有一些反思批评 就是认为这种拜登对这场战争的世界大战化的 世界大战化的一些说法是不太认同 也不认同像这个福山所说的历史终结的终结 这么快就下了这么一个定论 批评我们看到美国学术界 美国的这个思想界的反思其实都很快 随时在进行都在校正 但是尽管如此 这些战争的性质从各方面来看 我们刚才从战场形成来看 从布杀屠杀来看 从这个战争本身对美国政治的改变来看 已经是属于世界大战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世界大战当然不是第三世界大战 更可能是属于新冷战的一个和平的世界大战 冷的世界大战 冷的大战 那么包括我们刚才所谈的台湾海峡西太地区的这种变化 那么也都被毫无疑问的在这个框架里头来认识的话 不是在印太框架 而是在整个全球的框架里头来认识的话 那么其实就更清楚了 那么北约 民主世界不可能让这场战争长期化下去 他们所提的长期化只是军事将领所提出的一种担忧 那么民主世界政治家们是不可能让这场战争长期化下去 变成一场八年 持续八年的这种乌冬地区的这种冲突 或者持续八年九年的序列内战 这是民主世界的耻辱 如果说乌克兰的战争也持续这么几年 那是民主世界耻辱 那不是拯救民主 那是民主的衰退的证明 所以在这意义上讲 整个民主世界 整个欧洲 整个北约都不会做这场战争继续下去 那么对普京来讲 对他的制裁 我们看第五轮的制裁也在开始 那普京在前所未有的世界孤立的面前 我不相信他有足够的能力维持这场战争 哪怕欧洲现在跟俄罗斯的油气的这种贸易还没有停止 他的财政还没有立即的崩溃 那其实这只是他的一条生命线 不让他狗急跳墙而已 油气资源很多美国的政治学家 包括保罗克努格曼也在批评 他在批评 我看他最新的纽约斯瓦尔的社论 也在批评欧洲的油气 每天十几亿欧元的购买 这是这场战争 超过了北约对乌克兰的战争的这些军援 当然没有错 但实际上这是对某种意义上讲 这是现实主义的对俄罗斯不使用核武器的一个属买 这个我觉得还是必要的 这没有什么 我觉得没有什么 这很正常 其实但是长远趋势来讲 欧洲 德国 以前所未有的 要在未来很快的时间里头卡断这条生命线 彻底断绝对俄罗斯的天然气石油的依赖 这个战争的不是对不起 这个政治的决心已经下达了 已经表表达出来了 这个转向才是最重要的 那么这个战争局部战争结束 其实是很快的事情 好 我也是希望这个战争呢 这个尽快的接触 不过现在这个也有很多完全分歧的一些看法 有人说这个战争时间越长 就会把俄罗斯拖得越死 他没有那个能力真正来为的这些 面对这些危机 包括罗布的这个支撑 他也是通过了一种特别的手段 把它支撑起来 你最终还是没办法接受这种市场的挑战 所以彭博通信社昨天有一篇文章专门讲这个罗布 你还是不断的会在动荡之中 那么另外一种说法就是 时间一长 让俄罗斯得到的缓冲的机会 或者是让俄罗斯慢慢慢慢使用这种制裁的可能性就有比较大 不过我们看新闻的时候 可能是偏向于去情绪上的一种愤怒 尤其是布查的这个惨案之后 就特别愤怒俄罗斯的这种行为 但是我听一些您刚才讲了 就是美国政治学界 美国外交界 尤其是我不知道有一个事情您注意到没有 就是华尔街 这些经济分析师 他们的一些看法 他们就更加非政治化一点 非意识形态化一点 他们更关心的是 这个疫情之后再加了一场战争 战争中间又加了一个制裁 对整个的全球的经济的复苏 产生了一个无法想象的以前的一些危机的因素 都存在在一起 他们很担心美国 欧洲 欧洲现在的压力是已经非常之大 我的朋友在欧洲压力非常之大 生活的压力和对未来的不确定的恐惧 美国也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一方面民众对这个乌克兰人民是很支持的 非常支持 但是另一方面对班人总统的支持 并没有因为战争而增加 这种 反正现在出现了很多的情况 有一点不太像 以前的这个逻辑 我不知道您怎么看 民众的这种情绪 或者是经济界他们的这种担忧 他们甚至担忧一种情况出现 就是说 你通货膨胀没有问题 我政府有这个杠杆 我国家有这个能力来调生它 但是如果你出现萧条 一方面又是通货膨胀 一方面又是萧条 这样的话会带来一个更加登荡不安的世界大战 您刚才讲了冷战的概念 其实以后我也想继续向您请教冷战的概念 到底定义在什么 是重新恢复到以前的冷战 还是一个新的冷战的形态 那您怎么去看待这个不确定的美国 和不确定的欧洲 或不确定的这个世界可能命令到一个一个 听了一个字叫刺身危机嘛 对吧 刺身危机比这个本身的战场和疫情还要凝重 没有没有没有 我觉得现在没有什么 我觉得我对未来看得很清楚 一个新冷战的格局 新的秩序正在诞生 在这场战争当中正在诞生 那现在我们看到的世界范围的全球化的修正 能源格局的调整 美元体系的调整 西太平洋地区的这种供应链的调整 其实都是混乱的阵痛 都是这种我们说这种新秩序 新旧秩序交接时期的一种混乱 一种阵痛 这是不可避免的 这些就是我说的疫情之后 新冠疫情之后 以及全球化调整 全球化修正过程当中所出现的一个 不可避免的混乱 那么这个混乱是新秩序正在诞生的一个信号 俄罗斯中国以不同的程度 不同的方式陷入到更各自的孤立当中 那么这是未来新冷战的基础 其实就在建立起来 那么供应链的变化 它对各国供应链变化 对欧洲来讲最主要的 这场战争最主要就是石油和天然气 尤其是天然气 那么对它对欧洲的新能源的 未来的政策调整也是相当的敏感 它打击当然是巨大的 但是就像我刚才 第一个问题我刚才就在谈的 我们对未来世界 这个时候我们要看到 这个世界正在 全球化正在封裂的时候 其实新能源的政策 它的过去几年的狂飙突进 其实是需要缓一缓了 在全球化出现封裂的时候 当然我们也看到气候变化一个加剧 但其实老的旧的能源方式 化石燃料的能源方式 其实在未来还要持续相当长时间 它是保证这个新旧秩序交接转换演化 相当重要的一个前提 那么我觉得新技术新能源的脆弱性 在这个时候就空前的表达出来 比如说通过德国对天然气的高度的依赖 对经济能源的依赖 其实已经表达出来了 那么未来它转向 比如说对太阳能的这些利用 我们知道对中国的依赖程度也会上升 对中国太阳能电池 锂电池 新能源技术 中国因为走的比较前面 对中国这些依赖也会上升 但是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是他们会意识到这种 这种转变 新能源的这种新技术的转向太快 这种依赖性的增加 实际上对欧洲 对整个美主世界来讲 它的脆弱性是前所未有的上升 当它意识到这种脆弱性之后 其实全世界都会放缓这些东西 那么阵痛过去以后 全球化以及未来的世界 就会慢慢的陷入到一个比较清晰的 一个关系当中 这个关系当然不是冷战时期 两个意识形态所划分的 那种截然分明的那种状态 那实际上是 以一个民主和威权世界 两种治理方式 以及两种的能源方式 两种的 这种一个开放社会 一个分泌社会 两种的社会的自我 对这种能源的这种认识方式 来表达出来 这种认识当然很多是通过 规 规机 通过社交媒体 通过社交媒体为基础的新的政治 来表达出来 那么俄罗斯我们也已经看到 在这次战争当中 也已经看到了 它的如何 跟中国的这种社交媒体 一起在表达对表达反美主义 表达一种仇恨 比如下期下周我们也可以谈谈普京 对以及俄罗斯普通人民 对乌克兰的这种仇恨 真恨相当的深 这种仇恨和恐惧是伴随的 这是他们战争的一个根源 心里的根源 那么 这种仇恨是最后是我们划分 未来新冷战的真正的一个界限 好 非常非常感谢啊 因为正是因为夜份的时候 乌强博士这个讲到乌东地区的 独立的问题 其实历史高了一个多月吧 死了这么多人 然后对世界格局产生那么的影响 最后面很有可能历史又回到原来的这个原点 回到原来的僵局 但是情况还是很大的不一样 尤其对于俄罗斯来讲 这样一个本来原因呢 我们基于希望在冷战之后 能够引遇到世界的这么一个巨大的力量 很有可能又缩回去了 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会未来对中国的格局会产生什么的影响 我是很欣赏 吴强博士最后的这些讲话 扑色的震荡痛啊 也许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非常的难受 但是很有可能这是润了一场 新的知识 新的知识怎么样 怎么去定义 我们未来会继续向吴强博士请教 非常感谢您思辨的力量 也代表我的一些观众 向你表示感谢 很多人都期待到了 每个星期来听你的一场思想的深夜 谢谢 好 也谢谢大家 谢谢和平 下周再见 再见 感谢您收看明镜电视频道 敬请您来点赞转发订阅 并且推荐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利用视频下方的超级感谢支持我们 明镜与点点栏目